第2643张炼化镇魂印 镇魂印欲强则强 柳无邪祭出的手段越多 碾压的力道越大 身体处于崩溃边缘 魂海更是一片疮痍 随时都会死去 天道神书破解晶圆落河大阵的时候 已经受损严重 第二元神被镇魂印先飞 上面尽失裂痕 情况岌岌可危 天神碑给我镇压 万般无奈之下 柳无邪选择了同归于尽 利用天神碑 镇压镇魂印 就在调动天神碑的那一刻 手中的储物戒指突然移动 一道神秘霞光 从储物戒指中钻出来 紧接着 一尊石雕漂浮在柳无邪面前 这 看着面前的石雕 柳无邪一脸呆滞 这尊石雕他清楚地记得 当年他跟聂灵王一起前往宇宙深处 寻找五彩神石时候发现的 后来通过神秘抚印 成功获得石雕手中的五彩神石 修复了太荒世界 从轮廓上来看 石雕是一名女子 而且长相跟徐灵学有几分相似 这些年没少研究这座石雕 没有任何进展 除了长相酷似之外 并无其他玄机 石雕迅速飞升 散发出万丈光芒 将镇魂印释放出的气势 抵挡了回去 镇魂印感受到了压力 释放出的力量更为强大 已经超越了先帝的存在 石雕抵挡住了镇魂印后 柳无邪迅速盘膝坐下 修复体内的伤势 分出一缕神石 密切注意镇魂印跟石雕的变化 太荒吞天绝运转 中围金色法则 疯狂地涌入体内 得到金色法则滋养 肉身以肉眼可见的方式修复 太荒世界更为强大了 神秘石雕越来越大 刚才还是齿长的石雕 眨眼间的功夫 化为一座巨山 空 强横的霞光 撞在了镇魂印上 镇魂印微微一晃 竟然被撞飞了出去 好恐怖的力量 纵然是龙帝 也不及万分之一 龙霄一脸震惊地说道 镇魂印释放出的力量 已经超越了先帝 而神秘石雕 更加恐怖 柳无邪抬起头 朝头顶上看去 镇魂印释放出的光芒 没有刚才那么强横了 神秘石雕再次放大 形成无边无际的涟漪 将镇魂印压置在原地 无法动弹 柳无邪已经无法形容此刻的心情了 镇魂印的出现 已经颠覆了她的认知 没想到神秘石雕 要比镇魂印还要可怕 镇魂印越来越小 可以清晰地看到镇魂印整个轮廓 准备恋化 不论能不能恋化 也要尝试一番 镇魂印如此逆天宝贝 自己要是能掌握 绝对欲神杀神 欲佛杀佛 神秘石雕她恋化过无数次 每次都无功而返 因为神秘石雕并非仙气 镇魂印不同 她的的确却是一尊强大的仙气 柳无邪并不知道 眼前的镇魂印 早已超越了先帝气 双手结印 借助太荒世界中的金色法则 形成一道连衣 将镇魂印包裹起来 镇魂印受到威胁 陡然放大 再次朝柳无邪碾压下来 不好 柳无邪知道自己玩火了 镇魂印这种级别仙气 不是她现在能染指的 强横的镇压之力 席卷天地 这次的力道 要比刚才还要强横十几分 柳无邪欲哭无泪 想要躲避已经来不及了 神秘石雕再次移动 右手突然朝镇魂印抓过去 活了 柳无邪眼眸一缩 神秘石雕竟然能动 尖先玉手 轻松穿透空间 将镇魂印捏在了手里 刚才还是光芒万丈的镇魂印 轻刻之间 变成了一尊巴掌大的金色大印 神秘石雕右手轻轻抛出 镇魂印落在了柳无邪面前 搜 神秘石雕迅速消失 回到了储物戒指 这就结束了 柳无邪到现在还没回过未来 犹如做梦一般 伸手朝镇魂印抓过去 竟然没有拿起来 镇魂印要比他想的 还要厚重的多 应该是没有练花的关系 无法掌控镇魂印 柳无邪放弃抓去 准备继续炼化 被神秘石雕镇压之后 镇魂印老实了很多 不再抗拒柳无邪 任由被金色法则包裹 时间无声无息的流逝 柳无邪沉寂在炼化之中 脚火跟龙霄盘膝坐在一旁 替柳无邪护法 以防大殿中还有其他危险 镇魂印发出低溜溜的转动 浩瀚的气息 从镇魂印深处涌出 好可怕的镇魂印 刚才施展的 不过他万分之一的力量疤 随着柳无邪不断练化 发现镇魂印远要比他想的 还要强大得多 不知不觉两年过去 柳无邪赤身裸体 身上的衣裳早已化为灰烬 呆 柳无邪猛地睁开双眼 双手结印 漂浮在面前的镇魂印 迅速旋转起来 起 镇魂印陡然放大 围着大殿转了一圈 恭喜大哥哥 成功练化镇魂印 交火连忙站起来连连恭喜道 两年时间 我不过炼化了十分之一 柳无邪苦笑一声 大哥哥不用灰心 镇魂印乃天地至宝 十分之一的力量 也超越先帝气了 交火一副安慰的语气 镇魂印的力量 他们都领教过了 足以横扫天地 柳无邪点了点头 身手一招 镇魂印回到了储物戒指里面 没有神秘石雕镇压 纵然是先帝强者 也无法炼化镇魂印 说起来 还要感谢神秘石雕 身手一招 神秘石雕落在掌心 轻轻抚摸 石雕跟之前没有什么变化 依旧很古朴 看起来也很普通 就是这样一座不起眼的石雕 竟然压制住了镇魂印 大哥哥 这是你为嫂子雕的画像吗 交火看了一眼石雕 疑惑的问道 你也发现了 这座石雕跟灵学长相酷似 柳无邪朝小伙问道 这不就是嫂子吗 小伙撇了撇嘴 理解大哥哥这些年的感受 夫妻二人分开许多年了 雕刻一座石雕 聊表相思之情 柳无邪一头黑线 将神秘石雕收起来 有些事情 没法跟他们解释 曲灵雪出生苍完成 石雕漂浮在浩瀚宇宙之中 两者之间 难道有什么关联 摇了摇头 想不通的事情 暂且不去想了 天底下长相酷似的人太多了 也许只是巧合 我们继续找找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宝物 商势已经全部恢复 修为更加精进 大殿巨大无比 为了安全起见 三人尽可能分开 这样其他人遭遇危险 另外两人可以第一时间营救 万寿无疆 已经三天过去了 他们依旧没有找到柳无邪的踪迹 秦福一日前 已经离开了万寿无疆 正在返回宗门的路上 最近几日 有好多高手涌入万寿无疆 难道万寿无疆发生了什么大事不成 一座山峰上 聚集几十名修士 正在小声议论 就在昨天 天子联盟调遣大批强者 出现在万寿无疆 好像在搜寻着什么东西 极光动一名长老抬头看了一眼远方 轻声说道 奇了怪了天子联盟调遣大批高手进来做什么 难道跟我们一样 抢夺万寿无疆果 东西岛长老皱了皱眉头 他们两家迟迟没有依附天子联盟 最近一段时间天子联盟不断给他们两家施压 天大的消息 天大的消息啊 苍穹上掠过两道人影 大声的说道 声音传遍方圆几万里 什么消息 极光动长老身体一晃 掠到苍穹 将他们两个拦下来 你们还不知道吗 掠过这片山脉的两名修士 疑惑地看向极光动长老 不知 还请两位告知 极光动长老倒也客气 朝他们报了报权 天子联盟不久前宣告天下 柳无邪乃柳先帝转世归来 正在调遣大批高手 进入万寿无疆 围剿柳先帝 左边那名男子快速说道 收到消息的那一刻 到处传播 尽快将消息传遍天下 什么极光动长老身体一晃 险些一头栽倒 坐在山峰上的那些长老 虽然没有掠到苍穹 但是他们的谈话 听得一清二楚 所有人面面相觑 对这个消息 还持怀疑态度 柳先帝当年在断魂崖 遭人围攻 早已生死倒消 根据资料记载 柳先帝选择了自曝 跟对手同归于尽 按理说 不可能转世归来 消息是真是假 极光动长老深吸一口气 一时半刻无法消化 这个消息 千真万确 天子联盟已经查出 柳无邪从何处重生 具体信息 并未对外界透露 两名修士说完 朝远处略去 将消息传递给更多的人 极光动长老回到了山峰上 发现每个人表情跟他一样 满脸震惊跟诧异 难怪柳无邪一直跟天子联盟作对 现在看来 一切早有预兆 东兴岛长老第一个恢复过来 长舒一口气 这些年柳无邪屡屡屡跟天子联盟作对 跟天子联盟走得较近那些宗门 首当其冲 遭到了重创 如今看来 这一切都是柳无邪有意为之 目的是削弱天子联盟整体实力 为将来复仇做准备 千界的天要变了 其他人叹息一声万寿无将发生的事情 柳无邪一概不知 继续朝大殿深处走去 第2644张朱雀宝骨 脚火朝右侧走去 龙霄朝左侧走去 柳无邪直奔大殿深处 嗡 脚火那边空间传来剧烈嗡名声 应该是发现了宝物 大哥哥 我发现了上补真语 这个对我有大用 脚火竟然在宫台上 找到一枚紫红色上古真语 应该是朱雀神兽的羽毛 右侧区域 同样传来一阵波动 龙霄也发现了宝物 主人 这是太古原石 里面蕴含极强的混沌之气 对主人应该有大用 龙霄捧着一块脸盆大小的石头 兴冲冲的跑向柳无邪 的确是好东西 伸手一招 太古原石落入柳无邪掌心 强横的混沌之气 从原石深处溢出 收入储物戒指 三人一起朝深处走去 越走越深 大殿两侧的油灯 发出滋辣滋辣的响声 那是什么 在大殿深处 散发出一团柔和的光泽 静静的漂浮在半空中 三人加快了脚步 直奔光团而去 靠近之后 发现光团中竟然漂浮着一枚巴掌大的骨头 上面浮现大量的神秘纹路 这些纹路 绝非人类雕刻上去 而是天然形成 小火 认识这枚骨头的来历吗 柳无邪转过脑袋 朝小火问道 关于仙界的事情 小火不一定知道 但是太古时期 许多事情以及传承早已断绝 柳无邪了解不多 小火继承了先祖的记忆 这些记忆对小火来说 绝对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这是 这是朱雀宝骨 小火看了一眼面前的骨头 说话竟然结结巴巴 一脸的震撼之色 从小火表情上应该能看出来 这枚朱雀宝骨 价值非凡 甚至要比这魂印跟太古真语还要珍贵 朱雀宝骨 柳无邪皱了皱眉头 骨头就是骨头 为何要加一个宝字 没错 这就是朱雀宝骨 小火再次确认一遍 眼前漂浮的这枚骨头 正是罕见的朱雀宝骨 小火 为何称之为宝骨 柳无邪没有着急收取 以免出现震魂印中的一幕 贸然触碰 容易被朱雀宝骨碾死 这里每一种宝物 远远超出他的理解 起码仙界从未出现过 大哥哥有所不知 神兽一族跟其他种族完全不同 我们会将毕生的精华 乃至参悟的天地秘术 会封印在宝骨之中 方便后代参悟 小火连忙解释道 你的意思 这枚宝骨之中 蕴含着朱雀神兽一生的精华 乃至他身物的天地秘术 柳无邪眼眸中流露出狂喜之色 如果能参悟到朱雀秘术 对他来说 绝对是天大的好事 理论上如此 毕竟我还没达到宁恋宝骨的程度 小火点了点头 他只是从记忆中得到这些 至于达到什么境界 才能明练宝骨 他也不知道 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啊 柳无邪眼珠子都发绿 恨不能现在就收取 脚火 跟我继续说说宝骨的妙用 强行压制内心收取的冲动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宝骨的来历 太古时期 妖兽横行 他们除了自身天赋神通 许多太古妖兽喜欢明练宝骨 战斗的时候 可以通过宝骨激发 演变出来各种天地妖术 这些妖术并不在人类仙术之下 小火将记忆中的信息 缓缓导出 还有这等事情 柳无邪眼眸越来越亮 现在遇到的妖兽也好 仙兽也罢 他们大多都是靠着肉身战斗 以及自身的天赋神通 极少有仙兽 能施展出来媲美人类的妖术 千真万确 而且宁恋宝骨并不容易 需要无数年月 宝骨才能长出来一小块 这么大的猪雀宝骨 少说活了几百万年 小火收敛脸上的表情 变得无比凝重 柳无邪再次看向眼前的猪雀宝骨 脸上多了一丝敬重 你们两个助我一起收取猪雀宝骨 如此逆天之宝 岂能错过 透过光团 能感受到猪雀宝骨身处 蕴含一股极强的能量 炼化了这股能量 绝对能帮助他突破好几重修为 除此之外 柳无邪想要知道 朱雀神兽到底修炼了什么秘术 如果自己能掌握这门秘术 配合朕魂印 绝对能横扫天下 该施行自己的复仇计划了 等离开万硕无疆 就去极乐净土 寻找铸造肉身之法 早日恢复宝炎宗主的肉身 普通的仙术 威力已经达到极限 想要以绝对的优势斩杀对手 难道越来越大 像大空间术 大生死术 大黑暗术 大剧毒术 以及天雷术 很难再进一步 它们已经达到仙界最巅峰 除非能打破天地桎梏 演绎出来更高级别的仙术 如今能越级挑战的 只有混沌战斧术 以及永恒神拳 只有这两门攻击术 超越了仙术的存在 换作之前 柳无邪相信 仙术已经达到巅峰 自从领悟了混沌战斧术术后 他相信仙术之上 还有更厉害的秘术 只是不知道叫什么而已 大哥哥 你要小心 我不确定这枚宝谷里面 是否残留朱雀神兽意志 如果里面的朱雀意志还没消散 你贸然炼化 很有可能被朱雀神兽意志抹杀 小火提醒了一句 柳无邪点了点头 他已经想到了这一点 富贵显中求 让他放弃炼化朱雀宝谷 他做不到 反正外面过去一天 这里过去一年 足够他炼化了 炼化阵魂应用了两年时间 炼化朱雀宝谷 少说也得四五年 这可是超越先帝气的存在 普通人连炼化的资格都没有 寄出武行逐天旗 封锁四周 以免朱雀宝谷从这里逃出去 确定万无一失后 这才盘膝坐下 让龙肖跟小火守在阵法外面 一有危险 他们立即冲进来 深吸一口气 太慌吞天绝缓缓运转 装手结印 大量的天地法则 将朱雀宝谷包裹起来 魔焰 不敢直接将朱雀宝谷收入吞天神鼎 只能借助魔焰的力量 嗡 魔焰触碰朱雀宝谷的那一刻 漂浮在空中的朱雀宝谷猛烈晃动 竟然朝远处飞去 武行逐天旗 封锁 尽好早有准备 利用武行逐天旗 封锁了这片天地 朱雀宝谷本身没有太强的攻击力 只是内部蕴含着恐怖的能量 装手结印速度越来越快 宛如一座天地牢笼 将朱雀宝谷镇压在原地 开始炼化 武行逐天旗一起配合 尤其是赤火轻灭旗 形成困神火 将朱雀宝谷囚禁起来 以防再次逃走 控制好了朱雀宝谷 接下来是炼化 寄出两大太古元神 恐怖的魂力 犹如咆哮的洪水 疯狂地涌入朱雀宝谷 一探究竟 不论柳无邪如何努力 他的魂力 无法渗透到朱雀宝谷深处 魔艳炼化了半天 朱雀宝物纹丝不动 竟然没有溶解的迹象 这让柳无邪更是吃惊 这天底下 竟然还有魔艳无法炼化的东西 吞天神鼎无物不炼 无物不化 放眼天下 只要被魔艳断烧的东西 全部化为液体 有点意思 不愧是朱雀宝谷 柳无邪也不气馁 反正还有许多时间 加大魔艳断烧速度 两大元神左右夹击 所有魂力凝聚起来 化为一道魂剑 刺入朱雀宝谷 枪 精细地听到 朱雀宝谷传来清脆的声音 时间如白鞠过戏 一晃三个月过去 柳无邪毫无寸境 朱雀宝谷就像是一块玩石 不论是火烧 冷冻 风吹 雷电 各种办法 柳无邪都是变了 没有任何效果 甚至一度诞生了 放弃炼化的想法 一定有办法炼化 只是我没想到而已 柳无邪深吸一口气 继续投入到炼化当中 大电上空 魔焰翻腾 三个月时间 柳无邪发现自己的修为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除了境界没有提升 太荒世界中的金色仙气 还有金色法则 要比之前强横了许多倍 尤其是金色法则 接近婴儿手臂粗细了 魔焰的纯度 同样在提升 包括两大元神 上面的太古法则 越来越多 淡淡的太古之气 弥漫四周 这些年来 每天忙于修炼 一直急于突破修为 从未好好沉淀下来打磨一番 继续修炼下去 肯定会出问题 静寂山这段时间 将多年遗留下来的问题 重新梳理了一遍 让境界变得圆满无瑕 对柳无邪来说 这是一次质的飞跃 不论是精气神 还有肉身 所有影集 全部消除 太荒世界更加浑厚 每一寸山峰 散发出浓浓的太古之气 生活在里面的陆氏部落 多年繁衍 人数不断暴增 诞生大量的信仰之力 朱宇每天坐在湖泊边缘 梳理自己的羽毛 飞升仙界这么久 最对不起的还是朱宇 从公主那里得知 只要找到了冰人族 就能找到天使之犬 这些年茫茫目路 很难停下脚步 如今修为大成 等修复了宝岩宗主的肉身 就去寻找天使之犬 一晃又是半年过去 朱雀宝谷上面的纹路 似乎松动了一些 没有之前那么强横 关于柳无邪乃柳先帝 重生的事情 不仅传遍了万寿无疆 整个仙界 都在议论此事 为了验证真假 许多人亲自前往天子联盟 一探究竟